各位愛編制的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愛直的頻道 我是愛芙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是 龜貝玉的勾織方法 龜貝玉的獨特葉子型態 自帶一份優雅 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也常出現在北歐風的裝飾風格裡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勾織它吧 首先我們準備的材料如下 大家可以自行掃描螢幕 我們將葉片的勾織分為兩個部分 先勾這個A的部分 烏堂一起來吧 哎呀 第一行我們先起是三個鎖針 第二行第一個針目是中長針的加針 這邊特別說一下 通常中長針的起針是兩個鎖針 但我自己的習慣是先勾一個短針起針 然後在短針的左邊這條線 再進行引拔 作為一個中長針的起針 這樣的邊緣會比較平整 大家可以自行選擇起針的方式 同一個針目再加一個中長針 這個起針我會加一個幾號扣 方便我找到它 接下來繼續四個中長針 七個短針 跟一個短針加針 第三行翻轉枝片 第三行翻轉枝片 一般來說我們會從這裡入針 但是這裡是葉片的背面 當葉片的背面面對我們的時候 勾針從另外一面入針 也就是正面 這樣葉片的紋路會比較一致喔 穿過針目之後 勾針從上而下將線勾出 之後的基數行 我們都會採取這一種反勾的方式 我們會在邊緣之前 最后一针中长针的反购方式 从底下绕线 穿过针目 然后像勾短针一样 从上面绕线勾出 再做一次引拔 这样就是中长针的反勾方式 接下来勾第四行 这时候是叶片的正面面对我们 所以我们按照正常的勾置方式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行 这时候是背面面对我们 所以勾针我们要从叶片的正面入针 对我们的心点 champ 然后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住基数行 我們一樣都要從葉片的正面入陣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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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遇到龜貝玉的裂葉凹陷的地方 然後這邊只要勾十二個短針就可以了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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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做另外一個裂葉的延伸 在這裡我們勾二十個鎖珍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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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